今天要就教於我們的市政府 這個要先就教市政府 因為副市長在這裡 看一看 最年輕的就是我們的副市長 本期要關心這個唐市政的篩選 可能是副市長還有機會 所以說要請教一下副市長說 你對於高齡產婦 新生兒的唐市篩檢 不曉得了解多少 那麼要跟我們的衛生局的局長提到說 目前的這個唐市政的威脅 就是我們高齡產婦一個陰影 大家都怕說現在的這個小孩子都很晚婚 那麼本期的兩個女兒也都是超過30幾歲了 那一個已經要準備要二胎 我要叫她準備要注意一下 那麼還有一個還沒有 那還是要很小心 那麼就本期的所知道的就是說 目前要提高我們唐市政的這個檢查經費的補助 都傳統的檢查以外 事實上有一種比較新的叫做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的這個檢測 那麼這個檢測應該是高達99%的這個準確率 那傳統的話大概只有百分之八十幾而已 八十左右 那有新的這個方法 我覺得說應該身為我們這個衛生主管機關 尤其是我們這個優生保線的這個部分 希望說我們的這個衛生局在本期今天來公開的 來呼籲來這個質詢之後 是不是也能夠比照像我們的花蓮 桃園 他們的補助甚至都比我們高 花蓮 桃園 我想我在講的時候希望我們副市長能夠注意一下 這個你這一局是你督導的 所以你看加一市還補助到3500 那事實上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衛生局的局長 若是說這種非侵入性的胎兒染色體的檢驗 一般坊間要多少錢 好 謝謝宇宙關心這個議題 就我們在胎兒的篩檢 就是篩檢部分 那目前第一個就是一般的母血糖氏症 在市場上的行情大概2000到2500 那我們現在今年開始補助2200 而是定額 然後不能收取差額 所以跟我們有合約的醫院的話 一律都是收2200 但是我們明年喔 因為就如義作剛剛說的 現在有一個新型的 叫做非侵入性的胎兒染色體的檢驗 就是NIPT 這市場的行情要到1萬5 做一次要1萬5 雖然它準確率可以從87% 提升到95% 但是它的價格是增加了5倍 那我們準備明年喔 與其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開放 也讓民眾如果你要選擇 NIPT的話也可以 但是我們就是它要自負差額 就是我們的2200還是定額給付啦 但是讓民眾 讓民眾如果要選擇這種 很高貴的很高檔的這些檢驗的話 它可以用自負差額的方式來補充 它早知道就說滿臨人在懷孕 結果越來越年紀越大 那怎麼辦 今年有什麼辦法 補救的辦法 你說這個所謂的非全額補助 用這種補助的概念是非常好 那2200的話有沒有辦法提升 在沒有辦法提升的時候 像這種NIPT的這個方法的話 你給它補差額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今年不行 因為這個... 可以馬上研究一下嗎 好 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馬上研究一下啦 不過我要強調這兩個都是篩檢 最後的確定診斷 還是要靠羊膜穿刺 羊膜穿刺才可以高達99 羊膜穿刺我們沒有辦法補助 但是它有風險 羊膜穿刺有啊 政府有補助 只要34歲以上就免費全額 34歲以上政府有政府 不是全額說錯了 政府補助5000了 是啊 對啦 我以為你這麼好馬上要全額了 沒有沒有 不是啊 趕快把這個補足 因為真的啦 這個是一個 為什麼我們出生率會降低 除了說我們這個晚婚的 這個機率比較高以外 這個家大家都晚結婚 而且大家會覺得說 那與其會有這種風險 乾脆就不要生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政府應該扮演起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對於這種非全額概念的 這種補助 本期是予以支持 希望說你趕快今年是不是也可以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補救啦 那不然的話有一些 你說要做羊膜穿刺 事實上也蠻貴的 羊膜穿刺的房間要多少錢 你是不是也用補助的概念 大概一次大概都要八千到一萬啦 是啊 那你還是用補助的概念嘛對不對 對 好 那小孩子生完之後 事情很多 又怕有腸病毒 這非同期真的是很辛苦 復幼都是我們要負責的 沒有問題 從他沒有開始 我們全力以赴 生出來就開始擔心 我現在當他阿公才發現 這個小孩子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辛苦 這樣慢慢的把它捏捏捏捏捏得很大 真的很多事情要幫他煩惱啦 尤其是小朋友小寶寶他不懂事 那你看最近今年 我們這一個腸病毒的流行 比這個往年好像感覺起來 非常的嚴重 就整個台灣 那個有這個 將近有500多個班級已經停課了 那我們的台中 是不是也是一個我們的高風險區呢 現在台中是 因為現在是腸病毒的流行季節 按照中央的規定 流行季節以外還要宣佈流行區域 才有強制停課 那我們台中是現在流行區域唯一的 現在宣佈的只有大肚區 因為大肚區發現有71型的 這個腸病毒 所以就宣佈大肚區是屬於 要強制停課的區域 就是每半有兩個以上的孩子 都要叫強制停課 那現在控管有沒有把這一個腸病毒的這一個 擴展到大肚區以外了 其他區的話我們是用輔導 是用規勸的 因為在法規上不能用強制 有沒有這樣子的病例產生了 有有有 因為按照我們的所謂的調查 包括社會局的 還有教育局的 停班停課的 都還是持續有 是喔 對啊 那是不是說我們整個 這個衛生局要動起來 不管是說這個小孩子的 這一個糖氏症的篩檢的 這個經費 還有這個腸病毒的防範的 這個經費你夠不夠 防病毒的這個預算 有沒有在預算裡頭 有還是在我們急性股的這個預算裡面 有做不斷的宣導 我們上個月才辦了一場幼兒的洗手 除了宣導以外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對 腸病毒只能預防 他們有特效藥 是 所以說只能預防 這些孩子假設 第一個有臨床症狀要趕快就醫 然後該停課 要停課避免這個擴散 那最重要就是每天一定要勤洗手 包括家長其實從外面回到家的話 都應該要 就換一套新的衣服 再去接觸孩子 那你有沒有呼籲說小孩子 什麼場所進到不要去 尤其在學校 這個幼兒園的話 會不會有交叉感染的問題 這部分是不是 我們衛生局或者是哪一個單位 是要跟教育局來做一個配合 還是說是衛生局 能夠來做一個宣導說 這個小孩子只要出了門 你說在家裡面沒有問題 大陸回來洗個手 換個衣服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小孩子跑出去 那怎麼辦 那很多的地方就是說 那一些所謂的遊樂場所公園等等的 是不是也應該要動起來 對 我們還是鼓勵他們就要做洗手 副市長 這邊你層級最高 我剛剛講的這些預防腸病毒的部分 不是說單一我們衛生局可以做的 我剛剛講過 教育局在幼兒園的部分也應該要去宣導 在公園的部分也希望說 我們的建設局環保局都能夠去清銷 去做一些動作 是不是能夠來加強我們的預防 把我們的腸病毒能夠降得到最低 是不是可不可以 謝謝議員 那我想教育局一定在這個腸病毒的 這個號發期一定有相關的 宣導的措施 那配合的清銷這個部分 我想一定會跨局處的 我們來做聯合的這樣的作業 謝謝議員 希望說你能夠確實的來督導 讓我們的小朋友能夠活在一個非常 這個健康快樂 沒有風險的一個空間 謝謝 衛生局長請坐 好 謝謝 這個小孩子長大了 有的要去當這個消防員 這個消防員的這個待遇好像也不太好 那麼本席希望說我們的消防員 的這一個危險加急的部分 那我想很多我們的議員都在關心 那這危險加急是不是說我們的這個數字 比別人低 那那個消防局的局長 我們這次這個危險加急是不是 只有7,9萬而已 還是說我們可以達到兩倍 或者是說兩倍打7折打8折 我們現在的那個制度是怎麼樣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其實我們消防員的危險加急 危險加急加成的部分 目前是台北市的7成 那我們謝謝議員給我們支持 那市長也非常支持我們這個增加加成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提升為一倍的部分 報給的這個消防署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接到消防署有所核定 那為什麼那個我們只有台北市的7成 除了這個這個每月的這個最高危險加急 可以達到9,700以外 那事實上有這個雙倍可以領到一倍啊 就是1萬9,400啊 那我們什麼是我們是1萬9,400乘以7 是不是乘以7成是不是 不是我們是9,000多乘以7然後再加上危險加急 危險加急9,000多的沒有打折 是啊只有那個會這樣你現在議算有夠嗎 本事是說是不是可以加 我相信在消防署裡面也有議員 跟你說是不是可以加啦 這個意思聽聽我也希望說可以加啦 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要提高這個加急的部分 必須要報奉行政院核定 因為這個加急表是行政院核定的 所以我們只能建議消防署幫我們把這個加急的部分提升 那目前消防署已經有在做研議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結論下來 所以我們也等候消防署的核定以後 我們就會照消防署的規定來辦理加急加成的部分 OK 好 那個副市長 你有聽到喔 我們的消防局把這個案子送給我們的行政院了 那我想院會只有市長會去參加 偶爾你也會去吧 對不對 那是不是說你可以把這個訊息帶給我們的行政院說 為什麼北高兩市我們是台中市 現在目前是台灣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我們的工廠林立我們的這個警消同仁非常的用心 也很努力 然後在執勤的時候非常的危險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達到像北高兩市的水準 是不是說剛剛你有聽到的消防局已經提出去了 那應該由我們的市政府來全力的爭取不是嗎 謝謝議員 確實如議員所說台中市作為人口第二大城 那我們消防同仁在執勤的辛勞程度以及勤務的密集度 一點都不亞於其他城市 所以我們一定會把握跟中央表達意見的機會 來表達這個希望加成的應該要平權 一定要幫我們的消防弟兄爭取他應該的權益 這是最基本的 大家請坐 好 謝謝議員 最後一點時間就在我們的環保局 環保局 這個我上次在問那個金發局的時候 我們那個產業園區 有這個要來去化我們這個台中市產生的這些水腿 要有這個投入口 那麼這個太平產業園區也有投入口 但是太平產業園區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當時他在設廠的時候 那有承諾說他的這個環品的這個水準 要比別人高 我不知道說這是怎麼樣 一般的我上次也跟你問過了說 這一個我們的這個污水下水道的這個接管 事實上都從事我們的 從我們的這個家庭的這個所謂的下水 這個所謂的發分池 把它發分池去掉之後就直接接管 到我們的污水處理廠去處理 這也當出力 那麼這個工業區的這一個 所謂的這個污水處理廠 事實上也可以處理 為什麼他就要加研說 這個黯淡的部分 你等一下達到一個標準才可以 排放 那麼要是達到標準排放 就不需要他去處理的不是嗎 我不曉得說 這個是由我們的這個 建發局來管轄 還是說我們環保局可以著墨的 我覺得這是很不合理的 哪有說一次兩制說 那個排放的部分 人家的工業區的排放經過發分池之後 還要在這個標準裡面 標準裡面就不用處理了 那何況我們環保局說還要開一個投入口 來搓好我們的水肥 投入口搓好水肥能夠減減 我想沒有吧 所以這個標準是很奇怪 這個我們官方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我們私底下不能這樣子做 我希望說環保局 你擔起這個責任去改進發局 你後面說 你整個議員在接觸 接觸說這樣很奇怪 是不是說也跟我們的這個水利局 能夠台中市的這個污水的排放 應該只有一套標準 因為我們希望說達到一個很進步的程式 就是所有的污水下水道都要建置起來 以後建置起來的話 那這個工廠的這個污水處理場的部分 也不需要處理他們的生活飛水 只要處理他們特定的這個排放 就可以了不是嗎 所以環保局局長 你如果是有開的時候 要跟市長建議一下說 好像議員在說我們的排放標準好幾套 那各自各推的好 這樣不對 是不是你應該擔起這樣子的一個責任 確實一做點說 那個安淡真的不容易處理 那我們來協調一下